回到新闻现场来关心 4月初一名酒店女公关成为确诊个案 导致全台酒店还有五厅无限期停业至今 网路上就出现了一篇自称是台南酒店业者的脸书po文 抱怨指挥中心不顾他们的生计简直是官逼民反 还直接写出他请民进党立委王定宇帮忙向中央官窃 已经获得了回应 但是王定宇反驳说根本没有这回事 而指挥官陈世忠则解释 要不要解禁还要再观察 目前没有时间表 受到4月份酒店女公关爆出确诊的影响 全台酒店无限期停业至今 何时能开工业者都在等 眼看损失越来越大 传出有业者为了尽早开业招立委帮忙桥 一名自称酒店业者的灵性男子 在脸书po文大涂苦水 因为陈时中说酒店可能得停业到6月中 才会适度开放 让他痛批指挥中心根本不顾百姓生活 只好请立委王定宇帮忙协调 最后也跟行政院卫福部长达成协议 等五一连假过完 疫情没扩大就能解出五厅酒店的禁令 文章被其他酒店女公关转发 留言感谢王定宇 但这篇感谢文却让王定宇满头问号 就是我也不知道人家那个脸书写什么 也没有这些事情 头到尾通通搞不清状况 那偏偏他提的这个行业是我最不熟的行业 如果去温台南就知道 我算是行业从酒量不好 那也从来没有去过这些地方 如果有任何小姐谢谢我都接受 我觉得美丽的错误就接受大家的感谢 强调自己不知情 就算业者感谢他也是个美丽的错误 那酒店五厅业到底何时能复工 是否真有时间表指挥官陈诗中这么说 开放这个没有特定的时间表 我一直讲这我们要来观察 禁令能不能解除还要观察 纵使连六天零确诊 指挥中心依旧步步为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